Hello大家好,今天这期视频想要教大家怎么换这台2001Honda Civic LX内部的空调滤芯 首先我们去副驾驶打开车门 抠条滤芯是在这个储物箱的里面 所以我们把储物箱打开 把里面东西都拿出来 可以看到储物柜两侧是有这个塑料片固定住的 我们只需要在外侧捏一下 然后把这个储物柜搬起来 就可以把这个塑料薄片拿掉 这边打开了以后 我们把这个储物柜往里面推一下 然后这边就可以把它拿出来 这边还有个方法 就是用食指撑着这两个薄片的中间往里推 然后我们把它抬起来 拿掉 拿掉以后就成这样 这个是在里面固定住的 类似于这样固定住 拿掉以后 这个就可以完全降下来 这里面很多电路不用管 这里面就是我们的滤芯 这里有一个可以扳开 按下去 按下去拉 就可以打开 拉出来 可能要上下左右晃动一下 OK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非常非常的脏的 你可以想象一下 你开着空调吸着这些粉尘 对自己是有多么不健康 然后这边呢 还有一个 我们也把它拿出来 这个就更脏了 注意这个先不要扔啊 因为它这个外面这个塑料 我们是需要的 我们拿出我们新的 这个Air Filter呢 Cabin Air Filter 就是空调滤芯 你可以在美国任何 Odozone 沃尔玛或者是 O'Reilly可以购买到 这里说空气是向下的 那我们拿出新的几率 它也是空气向下 对吧 Airflow Airflow走那边 我们就这样放下去 Airflow向下 Airflow向下 OK 然后我们就把这两个放进去 放进去了以后 向左向右移 滑到这个地方 两个都放进去 然后就拿出我们的Cover 注意这Cover 右边要先进去 然后这边直接推进去就行了 把这个抬起来 里面那个圆圆的就卡在边上 然后把它推进去 这个就固定住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了 感谢大家观看 我看下来 我看下来 谢谢观看